你好,这里是张宁视野,乌军一夜收复八座城镇,在扎波罗热州大诺夫西尔卡战场,俄军的防线正在迅速的崩溃,乌克兰军队在短短数小时内接连的解放了包括涅士库赫涅,斯托热夫布拉霍达尼,马卡里夫卡, 斯塔诺,奈尔斯克,列瓦尼和乌罗扎英等七座城镇,这些城镇虽然规模不大,但是都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,因为这使得乌军能够接近战略重镇托克马克,目前两军正在托克马克外围展开几战, 现在扎波罗热地区俄军呈建制的部队都开始陷入混乱之中,甚至有的旅长团长级别的指挥官都开始逃跑,因为他们明白大势已去,不能守在阵地里白白等死, 不仅仅是在扎波罗热乌军进展神速,现在在顿巴斯,俄军也刚刚收复了一个实地,那就是邓尼茨克的斯托罗热府, 而这个小城市距离马里乌波尔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,也就是说乌军从那里出发,驾驶坦克,也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冲到马里乌波尔, 众所周知,马里乌波尔是扎波罗热的名城,也是乌俄两军展开极战的地方,战略地位极为重要, 现在俄军的后方也是混乱不堪,比如亚基米夫卡的铁路枢纽,已经被乌克兰铁道游击队炸毁, 这个枢纽位于战克伊,梅里托波尔和托克马克之间,这条铁路枢纽被炸毁以后, 克里米亚乌南大陆桥的补给线被切断,我们知道克里米亚的补给线主要是两条线, 一个是通过克里米亚大桥,也就是从南方俄罗斯本土进入克里米亚,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铁路枢纽,而南方的克里米亚大桥, 也就是克次海峡大桥,在乌军几次的轰击之后, 是不仅遥遥遇坠,而且事实上通车已经极为困难, 经常封锁,到现在俄军没有完全修复它, 所以说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需供应存在着严重的问题, 而且自从俄军炸毁了一系列水坝之后,克里米亚也面临缺水问题, 因为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就是缺水, 它的水源主要依靠从定义渤河的水库拦,水坝拦截, 然后那些水层到那来,一旦水坝被炸毁了, 那个水位就不存在了,就是说没有高的水位, 克里米亚的地势又相对比较高, 所以这些水就流不到克里米亚去, 而俄罗斯它的技术非常落后, 它不可能说要靠从海上淡化海水, 它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其他技术来得到供水, 所以说这就使得整个克里米亚陷入困境, 乌克兰的游击队现在在克里米亚也越来越活跃, 铁道游击队还炸毁了基罗夫斯基的铁路枢纽, 也就是说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整个俄军的后勤供应线, 已经是千孔北长, 根本就无法承担供应军需的任务, 另外一个重大事项就是美国发现中国军方研制生物武器, 英国媒体泰晤士报近日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, 这篇文章里曝光了中国的武汉病毒, 也就是新冠病毒真正的制造呢, 其实是中国军方研制出来的, 而且呢, 武毒所呢, 实际上是中共军方的一个实验室, 它伪装成一个民间实验室, 而且呢, 武毒所长期以来呢, 致力于研究最危险的生物武器, 美国的研究人员呢, 发现呢, 实际上在2019年11月份, 这个武汉病毒所就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, 比如说当时中国有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叫周玉生, 他在2020年2月份,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都还对这个新冠病毒一知半解的时候, 他就申请了疫苗的专利,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周玉生后来被人从房顶扔下摔死, 当然呢, 这种情况死亡呢, 一般都是中共内部安排的, 可能呢, 他留下是一个证明, 就是说呢, 证明呢, 他很早就开始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, 这当然就可以坐实了, 中共早就在发展生物武器, 所以说呢, 最近呢, 美国调查人员的结论是呢, 这个新冠病毒呢, 的的确确是生物武器, 而不是民间研究的成果, 这个星期日的泰晤士报呢, 报道还说呢, 调查人员认为中国科学家呢, 一直在进行一些秘密的危险的实验项目, 最终导致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, 而且呢, 这些实验呢, 都是在中共解放军的控制下进行的, 这个美国调查人员认为, 越来越清楚的事情呢, 是武汉病毒所参与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创造泄露和掩盖, 而且呢, 他们发现呢, 至少从2017年开始, 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作为中国军方的代理机构呢, 从事机密研究, 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室, 动物实验, 比如说用老鼠猴热等等, 来试验新冠病毒的危害程度, 目前呢, 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已经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, 世界各国呢, 对疫情的源头呢, 一直都在进行调查和跟进, 没有停止, 你想一想, 一个造成了将近八百万人死亡, 让八亿人感染, 另外呢, 将近七十亿人类呢, 在过去三年里面都不得不过着某种程度, 深度的禁闭生活, 所以人类不会忘记这场巨大的人为灾难, 应该说呢,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可怕的罪恶, 中共呢, 可以瞒得了一死, 但是呢, 早晚会水落石出, 另外呢, 这个英国媒体也指出呢, 武汉病毒所出事情以后呢, 由中共军方高调宣布, 由陈威将军去接管, 实际上就证实了这个科研机构, 与中共军方的合作的密切程度, 新冠病毒呢, 就是军委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军方制造的生物化学武器, 只是他泄露了, 但是呢, 这个英媒呢, 没有指出呢, 他是故意泄露, 还是不小心泄露, 因为呢, 不小心泄露呢, 可能是中共的早就做的一个局, 因为否则的话呢, 你很难解释呢, 中共为什么要坚持进行严厉的三年大清零, 三年大清零呢, 据估计呢, 导致一千万中国的老人与普通病人早早的死亡, 也就是说, 全世界呢, 都没有习近平, 没有中国这么严厉的措施, 可能就是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说呢, 习近平党中央认为呢, 这个病毒呢, 危害性极大, 它能够摧毁西方世界, 能够摧毁这个美国欧洲, 从而呢, 让中国成罢, 而中国呢, 只要坚持实行严厉的三年大清零, 那么呢, 就可以避免巨大的灾难, 不过呢, 这个病毒的危害性呢, 可能不像习近平他们估计的那么强, 而且呢, 最主要是西方训练速生产, 花了一年时间就制造了这个疫苗, 而且这个疫苗呢, 比中共几年前就开始研究, 花了数年时间研究的疫苗呢, 效果还有好, 阻止了新冠病毒的反复的大流行, 或者呢, 更是严重的伤害性, 所以说呢, 可以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, 这个新冠疫苗呢,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, 阻止了这个中共病毒的进一步大流行, 所以说呢, 习近平到了最后呢, 才发现呢, 他实行三年大清零呢, 是愚蠢的, 让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 而且呢, 经过疫苗的干预, 还有呢, 中共它毕竟是人造的病毒, 这个病毒呢, 就是说呢, 它本身是在不断的这个蜕变, 变成不懂各种新的种类, 而新的种类的危害性, 致死性就不那么强, 慢慢的接近于普通感冒, 要知道这款病毒之所以能够迅速大流行呢, 就是因为中共呢, 在这个新冠病毒里面加入了, 植入了这个感冒的这个病毒基因, 感冒病毒基因呢, 有利于迅速传播, 但是它的危害性不大, 而且呢, 这个病毒呢, 经过反复传播以后呢, 它新形成的病毒呢, 就是感冒性增强了, 而新冠的那个毒性呢, 减弱了, 所以呢, 就最后就形成了一个, 成为了一场普通的感冒, 这也是中共所始料未及的, 因为中共的科学家呢, 原则上他只能剽窃, 没有额头技术, 他们没有能力, 对这么危险的东西, 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, 他就这样的编号机, 然后中国的假设计, 大家可以顾问它, 谢谢观看